特拉斯很特別 他當外交部長才一年而已 他兩國話就說一遍臺灣 去年十二月 G7 七大工業國 他是主席國 他聲明重申臺灣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並對中國的脅迫性經濟政策表達關切 十二月過來二月 澳洲跟英國召開外交跟國防部長的二加二會談 再提臺灣 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鼓勵兩岸要和平解決 同時表達要支持臺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 再來四月 十二月 二月 現在四月 四月他發表了外交政策演說 呼籲北大西洋公益組織的盟友 要確保臺灣這些民主政體的自我防衛能力 並且點名中國必須遵守國際規則 再來六月 他再重申 因為二月爆發俄乌戰爭 他說這個教訓 這個重要教訓適用於英國跟盟友對臺灣的態度 所以他們兩位就說一遍臺灣 那王委員是外交跟國防委員會的委員 你怎麼看這個變化 他是鐵娘子之後最受人矚目的 兔利黨 兔利就是英國的保守黨 那以他來講我們要講一個客觀的事實 他的對手是蘇納克 蘇納克跟這個特拉斯兩個人其實都在比賽誰比較抗中 另外那個也是 但這個比較強硬 所以現在歐洲其實有很多國都在改選當中 把中國視為威脅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這一定要先講清楚 沒有人會把中國當作敵人什麼的 因為中國不管是從北極那邊過來 威脅歐洲或者不遵守國際秩序 或者在國際組織裡面的滲透去干擾 所以因為這個情形 不管是南太平洋的澳洲 或者是加拿大 美國 或者是歐洲的英國 大概都有一個共識 就是中國因為不遵守國際規範 自由民主國家必須團結合作 否則世界會麻煩很大 那這一位特拉斯 他搭配我講一個可能要發生的事情 十一月份 英國是內閣制 那英國的外交委員會的成員 應該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份 會整個來正式拜訪台灣 那他背後代表的就是特拉斯的力量 而這一位特拉斯 他最有名講的三件事情 香港他譴責中國 你對香港反送中 新疆他譴責中國 迫害新疆的人權 然後中國對台軍演的時候 他是把中國駐英國大使找來罵 說你們對台灣幹嘛 你在破壞區域的穩定 那他也告訴全世界不可以姑息 這樣子對台灣的霸凌 所以接下來台灣跟英國的關係可能會 我們其實前一段時間互動還不錯 那我們期待特拉斯接續下來 會開啟跟台灣更升溫的活動 他是英國第三位女性的首相 當然第一位是柴奇爾夫人 再來是梅伊 他是第三位 但是我們知道柴奇爾夫人 他當時最... 大家為什麼叫鐵娘子呢 因為當時發生了福克蘭戰爭 阿根廷占領了福克蘭 英國等於是英國的屬地 就他徽兵去收復私地 所以柴奇爾夫人留下這個鐵娘子的稱號 那我認為特拉斯他未來也有可能成為另一個鐵娘子 因為我們知道英國過去是非常親中的啦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第一個承認的歐洲國家就是英國 所以他當時對台灣是非常的不友善 甚至長期都沒有在台灣設立什麼 後來才慢慢設立代表處什麼 所以我覺得 這個代表處也是英國什麼貿易什麼 文化什麼的 但是其實他現在在台灣的代表處 他的那個徽章 是跟英國在其他國家大使館的那個mark 是一樣的 那基本上他們也是派大使級的 那跟現在也是智慧女性 跟我們蔡政府互動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特拉斯未來對於台英關係的提升 我相信一定是有正面的幫助 因為過去英國的外交部長 不太願意提台灣啦 我提台灣幹什麼 他不但每兩個月提台灣一次 他把中國大使叫來罵一次 所以我需要 我比較講德不孤必有靈 我們過去覺得不可能的事情嘛 英國離台灣那麼遠 那何必去管台灣的事情 管台灣就還有什麼好處 可是你看整個風向變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黑熊學院 很多人說神經病 夏天 禮拜六 禮拜天在家裡睡覺就好了 參加這個 給自己找麻煩 那麼辛苦幹嘛 我表示主流民意是正在這邊的 所以我覺得黑熊學院將來就是 我們看到烏克蘭他們的民兵組織 亞素營 為什麼戰力這麼強 不輸給正規軍隊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民間的 這是我們一個保台的意志的展現 是 不好意思 這個鵬老師我請進一個功果 不過我講一下 因為當時曹青城說他捐六億給黑熊學院 所以訓練三百萬個黑熊勇士 外面都他笑 笑說一個人也奔兩百塊 買一個便當你給他出 這才有可能 結果人家開始做了 對 開始做了 他就是去上課 他說很多去上課的人根本不會拿錢 甚至還捐錢 你是首歌轉擔任主委的時代 農委會主委 這個計劃為什麼可以通過當時的驗收呢 希望民進黨不要著視經費 至於他引用那麼多資料 以公著作全法 說這是合理的使用 不是抄襲 也不是剽竊 來 王委員 我是覺得我對張三鎮很失望的部分 是在面對這個錯誤的態度 你不是科技人嗎 你可以查證一下 再說出你講的話 我們先講一個基本的事實 他講說 嚴收都淋 旁邊政府嚴收的 蘇家傳嚴收的 如果出問題他們要負責 怎麼那麼喜歡拖人家下水 先拖紅雞的也是他 現在都推農友會 我告訴你這個標案 就三個年度 二零零七年 那個年度的 期中報告跟期末報告 是在二零零八年的六月跟七月 六月跟七月 那時候是馬政府吧 我我我原來都不想去講 哪一任政府 因為不管哪一任政府 沒有人叫你抄襲 是你這個計畫主持人 張善政要負責任 不要去判斷 馬人叫 結果他現在還賴到了阿扁 事實上第一年度的驗收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驗收 他去查那個日期 是二零零八年的六月跟七月 我在透露一件事情 五個評審委員 有三個委員說 你這個報告不是像馬英九 講的收集資料 複製影印 當年二零零八年的三 五個評審委員 有三個說 你的規劃跟分析 嚴重不足 意思說你把它copy而已 那你規劃分析在哪裡 那另外有兩個評審委員 其中一個就是那個林征 是官員 他輕輕帶過 所以當時的評審委員 如果說你這個規劃分析不足 事實上就不會有再有二零零八 二零零九 每一年大概要花兩千萬 這第一個事情 所以誰驗收的 其實張善政 你查一下就知道了嘛 第二個簽的合約裡面 甲方農委會 乙方彭基 還有一個叫做計畫主持人 就是張善政 裡面對票竊抄襲 寫在合約裡面是不行的 如果有票竊抄襲的話 計畫主持人要負責 那現在最後他要扯什麼著作全法 他就要回答一件事情 你的二零零九年那一份 其他都有抄襲 光最後那個年的那一份 你那裡面的六十頁 裡面有二十九頁 這些都是抄公研院NCC委託的 可以嗎 今天拜幾 今天禮拜二 政策都拜幾出來 一個禮拜了吧 一個禮拜嘛 對 一個禮拜過 一個禮拜嘛 政策策我記得是拜二嘛 對 他今天說 針對農委會這個研究計畫 我的說明會 目前還在規劃之中 會適時的斷出來 為什麼一禮拜斷不出來 本來說今天要說 他本來說今天要說 我跟你講 他本來宣佈今天要說明 他本來 我今天發現奇怪 昨天 余將軍應該有印象 他昨天說今天要說明史莫 現在說我會折旗 你就是抄襲 你就承認吧 你現在在抄旗 十多年前的資料 不會變成自己長出來的 抄襲就是抄襲 而且抄襲是違約 這件事情不是學術論文 他是政府標案 我們發包一個工程 一個橋樑 如果是豆腐渣工程 或者有瑕疵 或偷工減料 要不要調查要不要負責 而這個工程叫做研究的發表 裡面的內容違反合約 他就是一個研究報告的豆腐渣工程 該不會負責 我覺得張三政勇於負責 你的選舉還有期望 再見 會不會負責 記得要負責 好… 那邊來 再見